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长度呢 我会设定在我们这个脖子 我们来注意看一看 设定在我们这个下巴到脖子这个里的一个长度 好 那我们先开始把第一个夜区先剪完 我会从这里开始往前低 从这里开始 我会直接把头发全部梳顺 梳顺完以后呢 用我们的梳子 我会把这个头发全部梳顺 梳顺以后呢 贴着它 用梳子定在这个这里 我们开始去设定我们要的一个长度 减轻 我会把这个头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长度我们设定好以后呢 我们就会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来设定我们想要的层次 那我们的层次呢 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这里的层次 我是想捡一个收紧的效果了 还想捡一个这样的一个饱满度 我们会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饱满度的话呢 给人的感觉呢 它就会有点点偏头宽 那我会把这里头发的可能会全部给它去收紧掉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在这里提拉一个层次 那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 你今天要提拉的层次 到底是提拉多少 是45度呢 还是高于45度 我们要想好这个问题 那我可能会把这个位置去收紧的时候 我要看到这里头发的一个落点 可能会在垂左右 所以我会从这里开始 斜向前的一个分区 多久不见的 那我们需要约伤员在里面 因为我们要认为 那么多一些 也可以 我可以把这个区 behöver 我们要 хот见可以 把这个豆腐 比较好 保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些头发全都是戴在短角点 如果不往短角点戴的话 我们两侧的头发就很容易会剪短掉 当我拉到短角点剪完以后 这里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里有差了一点点 好 另外一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剪这边很容易会剪高 剪重 然后我们剪这边再做一个细节 就是我拉头发的时候 我这个手一定要抬起来 这个手 一定要给它抬起来 因为只有我的手抬起来以后 底下头发才不容易会剪重 这边呢也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趋势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那这样剪完以后是一个三角形式没有错的 那我们会看到这头发两边这里会很重 会很重 那后来我会把所有的头发呢全部拉到这个侧去 全部拉到这个侧去 从高 拉高的位置开始 不要把它往前带 把这里的一个角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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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头发呢 全部梳到侧去 以之前的一片头发做引导 大句子点减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以后我们会看到 这头发我们用手随便抓一抓 就能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圆润的形态在这里 它虽然是一个三角形态 但是呢我们会看到 从后部剧看的时候 头型并不会显得很圆润 它是不会显得很宽 它会显得比较圆润 是非常好的一种技巧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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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后部剧裁剪完以后呢 我们后面呢 它是一个比较自然的 一个圆润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会看到这些头发呢 它都是比较楼殼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 完成我们的一个前部剧裁剪 前部剧的剧裁呢 我会从刘海区呢 我会从刘海区开始 先设定好我们刘海的一个长度 它的刘海区的长度呢 它的刘海区的长度呢 是在我们的眉毛以下 在接近鼻中 那我们就以这一头发长度为引导 从头发正中间开始 从头发正中间开始 把前面的头发的这边头发呢 全部水平往前带 先以里面头发 找到我们的引导线 剪齐就可以了 剪齐完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 这个头发长度呢 就是刚好是在我们眉毛以下一点点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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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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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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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